流流大大看世界,不慌不忙走天涯,我是刘大军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欧洲的景德镇,戴尔夫特 众所周知,在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上 陶瓷的发明和发展成为其浓墨重彩的一笔 它在世界文明史上也留下深远影响 甚至一度瓷器成为中国的象征 陶瓷的英文单词China便是很好的例证 该词也是中国的意思 说起中国的陶瓷最为扬名的便是景德镇陶瓷了 1000多年的锤炼成就了这座瓷都 一度有天下至今至美之陶瓷 漠不出于景德镇之说法 景德镇陶瓷又以青花瓷而闻名 其影响广之世界 今天要说的戴尔夫特 便是一个受到景德镇青花瓷影响深远的欧洲城市 戴尔夫特坐落在海牙和路透丹之间 是一个有着800多年历史的观光城市 它还有一个称呼是欧洲的瓷都 这里盛产的青花瓷器一直是荷兰皇室的运用产品 但鲜有人知 戴尔夫特的发家史居然是靠山寨中国景德镇 这还要从300多年前欧洲陶瓷业的兴起说起 当时欧洲家庭大多使用银制餐具 但其用久了会发黑 使着中国干净清爽的瓷器传到欧洲 一时间掀起一场参举革命 自此 荷兰 法国 德国等国纷纷建厂山寨中国陶瓷 为此 他们还派出了一些间谍到景德镇去刺探瓷器生产的情报 在我国明清迭代之际 由于动乱 出口到欧洲的陶瓷减少 这时 戴尔夫特便加快了模仿中国瓷器的步伐 并趁机迅速占领了欧洲市场 他生产的青花又桃 其外表和中国的瓷器几乎是如注意者 陶瓷外表的图案上印的也是龙 凤 花鸟 草虫 亭塔楼阁等中国异响 甚至有的陶器上 连中国汉字也一并模仿了去 虽然外表很像 但其实在质地上和景德镇陶瓷是没法比的 戴尔夫特青花又桃胎体很薄 欧洲人戏称它为鼠咬瓷 薄到连老鼠都能咬破 戴尔夫特原本是一个没落的造啤酒校城 后来正是靠着山寨景德瓷器火遍了整个欧洲 他山寨青花瓷生产出来的白底兰花陶瓷 被当作荷兰国宝 因其独一无二的颜色被命名为戴尔夫特兰 最著名的生产厂家是皇家戴尔夫特 专门为皇室育供陶瓷 在皇室成员结婚 继承王位等重要场合上 都有皇家戴尔夫特的身影 如今在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里 戴尔夫特兰陶被当作是镇馆之宝对外展览 对于这个山寨版景德镇 你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